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3月3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来到宅山英YouTube频道 聊聊天,放放松,清醒一整天 今天又是我自己对本周发生的各种事情 发表自己一家之言的一个时间了 我每天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根据自己的心情,身体状态,各种速度,语气等都不一样 反正大家就都凑合着听 我也不做什么调整,状态越自然越好 这个星期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事 就是中国正在召开的两会 这是我们伟大的领袖终生执政 终生独裁执政以后 第一次决定中国整体大政方针具体决策的一次 特别重要的会议 这次会议的结果也能预示着 中国今年大衰退,大萧条 到底快的速度和深度 这种情况是怎么样的 如果没有超级神奇的一个具体的能落地的方案 并且监督方案执行 中国呢,今年政治和经济就等于是开始崩盘了 全面崩盘了 我在去年就说过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底这一年的时间 就是这一年里面是整个中国开始大衰退 大萧条的开端了 那中国呢,进入2023年前两个月 这个崩盘的迹象其实已经挺明显的 比如前两个月,中国的外贸出口已经算是正式崩盘了 几乎所有的航运港口 留在港口上的集装箱,码头囤积的数量 都破了建国以后的历史记录 没有人需要出口了 所以集装箱都留着了 而为这些港口提供服务的专项卡车司机的上岗率 和总的聘用卡车司机的人数相比的比例 也是建国以来的新低记录 改革开放以来的记录就是建国以来的记录 再加上中国最主要的出口的方向 也就是香港地区 在中国出口以后 从香港再到国外的贸易 对外贸易减少了将近40%等等各种数据 只要是身边能够确实落地 可以能够把握真实的数据 都可以知道中国现在的外贸 已经完全的全面的开始崩盘了 那其他的方向的数据呢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看了中国今年1月份2月份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中国经济PMI的指数 那个指数看起来跟天文数字一样 一看就是造假的 而且造的太假的 所以呢 我将来可能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会更困难一些 只能从很多周边的数据 慢慢去推倒 因为中国我相信 未来随着两会以后 中国各种官方的大的数据的造假的程度 应该会慢慢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了 卖贸不行了 内需肯定也是崩了 相信大家经过2月份 在网上到处都看中国火爆销售的房地产浪潮 都吹 卖得多好 卖得多好 卖疯了 卖疯了 然后现在还能看 还没被造假的数据 中国官方的房地产网公布的各种销售数据 你看惊呆了 上海跟深圳 这都是一线城市里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城市 上海跟深圳 北京是政治中心 天宁不用提 那我靠了 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嘛 上海跟深圳公布的新房级二手房 真实的官方销售数据 目前 我不知道造没造假 当然造假也不会往下造假 看到都是啪啪打脸的 就各种网上传的数据啪啪打脸的 最终这两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一线城市 二月份全月的新房 及二手房的真实销售量 分别都才仅仅有一两千套而已 比如上海二手房 官方网站上 确认的成交数据是1379套 深圳是2000套出头 距离网上吹牛的数万套交易额 天天说数万火爆 无数人都攒动 反正连十分之一都没有 新房也是一样 深圳也是2000多套 上海也不多 所以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除非是官方所有的数据全是造假 而且人往下造假 否则呢 人头攒动都是什么人头 大家自己去想话 但是根据官方数据 二手房挂牌量 增加的速度 可是以一个无限快的速度 在往下增加 看房地产就知道 中国内需其实真的已经开始崩了 大家心里有数就好了 这崩的程度 以至于像胡锡进这种超级大粉红 绝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屁精 都直接号召各地方政府要完全放开 减轻放开对夜总会这类企业务的管理 号召全国各地大力推广夜总会的建设 推广夜总会建设以便什么 增加大家晚上的内需消费 进夜总会的人都是有钱人还是穷人 我相信谁都知道吧 去夜总会干嘛去了 对吧 吃喝嫖赌 去干嘛去了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吧 胡锡进肯定比里面清楚的多 所以胡锡进发了文 底下一大堆人都在那写 说估计胡老师是不是以前就是夜总会的常客 不知道身边有多少个女伴 同时伺候胡老师 但是胡锡进这么一个大粉红 然后呢不怕这个中共的虎须 提了这么一个要求 就知道现在社会上消费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夜总会在中国广泛的发展 一定会是对中国社会整体风气和道德信仰 产生极坏的一个影响 做了一辈子媒体的胡锡进绝对清楚 但是饮嫩止渴也是现在必须要做的事情 毒药也得喝 胡锡进现在对内需的担忧 已经到了可能某种恐怖的程度 所以呢都希望去中共解松 松绑什么黄毒毒 松绑黄毒毒来促进消费 扩大夜总会 扩大妞子们到夜总会里 让经济能喘口气 对 所以消费怎么样 就业呢那就近乎雪崩了 除了前两天跟大家讲的那些 高校的也好 外面的也好 终点呢今天稍微提一句 农民工领域 这是真正的雪崩 根据中国统计年年2021 统计年年2021 中国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 已经到达了50岁 建筑行业几乎没有40岁以下的人了 都是高龄 为此中国住房和建设部等12部委 2021年初联合印发了一份 指导意见教育 关于加快培养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 指导意念 对于目前中国建筑行业的从业人员老龄化表达了极度的担忧 希望建筑行业年轻人进来 可惜没有年轻人进到建筑行业 在中国的建筑行业里几乎所有底下干活的全是年纪大的农兵工 不光是农民工而且年纪大 然后根据呢 根据国务院最近颁发的关于工人退休退职斩行办法 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的明确规定 60岁以上的男性跟55岁以上的女性 禁止从事建筑工 建筑施工行业 55岁以上的男性和45岁以上 55岁以上和45岁以上女性禁止从事高空高温工作 禁止从事一些影响身体的繁重体力劳动 社会上把国务院这个法规称为清退令 要求清退了 那么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的信息 从2023年1月份开始 全国各地区开始逐步严格按照清退令 对全国各地区有关市场的相关人员进行全面的清退 不留死角 本次清退目前通知到已经影响了 有超过1000万的中国的正在就业的农民工 那岁数大了嘛 清退 预计2023年全年将直接导致最少6000万中国的农民工失业 因为这些农民工年纪很大了 很多人甚至目不失丁 除了体力贡献度以外 就是能干体力活 没有任何真实有用的劳动技能 这些人又没有任何的养老保险 和其他任何社会保障的这种措施 比如失业保险都没有 所以呢 要现在这6000万人就要被严格不留死角的逐步逐出 唯一能够让这些人生存下去的领域了 那未来大家知道了 中国以后的农民们估计只能不娶媳妇 不生孩子 不吃不喝了 而且呢 面对现在中国政府公告的 接近80岁的中国人均寿命来讲 这个55岁以上 60岁以上 清退的这些下来的农民工 还有将近20年活 不知道他们将会靠什么活下去 目前还不知道 看不到资料 除此以外 其实还有大量教育医疗 等各方面的严重的问题 都不一一展开了 以前也都说过很多了 所以呢 两会要解决上面所有这些问题 当然按照惯例 我是不相信两会有什么任何真实有效的 解决上面问题的提案被提出来 并且被表决的 我不相信 参会的各个代表不是各怀鬼胎 就是明哲保身 参会代表里愿意为中国社会大众讲话 不怕得罪人的中国人大政协代表 现在应该是不存在的 曾经的马云之类的早又消失了 数千名全国各地方 由领导指派出来的中国人民的代表 开始参加两会 人大两天多 挣钱两天多 其中55%以上 参会的人员是60岁以上的老人 六十耳顺吧 对吧 啥都听进去 见怪不怪了 60以上的老人 这些人能代表中国人民提出什么好的事情来吗 都活到这个岁数呢 他还能为谁去拼什么呀 估计即使是弱智的群体都不相信 以60岁以上为主导群体 能做什么决策 或者拼命为中国人做什么抗争 中国其实开了两会啊 只不过是为了中共的严格独裁统治 贴上一个民主的标签 做的一个表面文章 我在中国一直长到50岁 我也没有参加过 被邀请参加过 任何人大或者政协的一个什么选举活动 就这个玩意儿除了骗老百姓 骗外国人 其他什么真实的作用都没有 中国就是个标准独裁的奴隶制国家 标准独裁奴隶制 三大特点 两会以后的新闻以后呢 本周最大的一个新闻 大家其实可能都知道 就是马斯克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这就是本周最大的新闻了 在这个发布会上 三件事情同时出现了 哪个事都是巨大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马斯克宣布 特斯拉以后不用稀土 来制造电动汽车的电机了 第二个事就是特斯拉宣布 马斯克宣布 特斯拉的生产成本还能下降50% 也就预示着销售价格市场 还有50%的降价空间 还是在可盈利的情况下 第三就是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 更接近于人类的相关行为了 甚至自己就可以自己组装部分 自己这样的机器 机器组装机器的时代 开始了 那先说第一个 中国目前是全世界稀土储量和出口量 最大的国家 很多的经济发展都得益于中国出口稀土 给全世界各个国家 由于原来世界上主流的永磁电机 都是必须使用稀土的 稀土永磁电机 跟其竞争对手 什么交流感应电机 铁氧磁体电机等等相比 具有很强大的优越性 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 很多东西被突破 这种优越性一天天在消失 那一旦真正消失了 稀土永磁电机的竞争对手 都是不使稀土的 所以中国在稀土方面 对全世界的控制力就消失了 受益匪浅的一个地方就没了 那如果特斯拉这次无稀土永磁电机 真正能够大规模的产业化进入市场 对中国稀土出口的打击是致命的 有人还计算 我们稀土占多少 在汽车里占多少比例 这都是扯淡的事 现在你看着它 1%左右的比例特斯拉进 但是它是一个趋势 因为全世界苦中国稀土久矣 苦稀中国稀土久矣 所以一旦特斯拉这个技术发布了 特斯拉让大家都去做了 那可能中国一下稀土行业就没了 所以呢 中国呢 尽管昨天在政府为了两会 开漂亮两会 大规模基金托盘的情况下 还是下跌了 所有涉及到稀土有关的板块的股票 都是一片惨绿 无一幸免 稀土巨大的技术进步决策 导致了很多市场的变化 那么至于特斯拉呢 第二个事宣布的 马斯克宣布特斯拉还有50%的降价空间 这个不想解释了 大家有空去看看我前几天 关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写的视频吧 中国新能源汽车没有产业前瞻眼光 没有整体发展模式的构建 没有技术底蕴 没有核心竞争力 对新能源汽车未来样态预估极其不清晰 这么一个市场线 所以呢 即使是2023年 除了极少的这个中国电动汽车的品牌 绝大多数的电动汽车 今年最多能够剩下的就是 表面光滑的苟延残喘了 内部没有啥了 特斯拉汽车最可怕的在于 就是它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马斯克看懂了电动汽车 未来的产业格局 现在绝对是初级阶段 所以呢它不会在特斯拉外形上 玩任何表面上的花样 它不会出那么多新的车型 玩花样出新车型 对于未来技术进步以后 遗留的保障 原有这些产品的技术的后援措施的成本 就会特别贵 但如果没有 很多东西都不变 所以呢这时候就成本很低 这在技术更新以后 不会变成累赘 中国汽车反倒是相反的 第二呢 特斯拉很厉害的知道技术是带动产业前进的 而不是由市场销售带动产业前进的 技术的未来才是硬实力的体现 所以特斯拉拥有的技术带着向上跑 第三呢是特斯拉实际上的汽车 马斯克斯基也承认了 就是一个标准的人工智能的汽车样态的表现 所以特斯拉最终它的核心呢是 它的人工智能体现在它的电动汽车上 电动汽车仅仅是人工智能主要的一部分 会跟特斯拉所有会跟马斯克所有相关的生态进行联网 这是个多么可怕的一种汽车呀 最后呢是特斯拉其实擎天柱 大家有空去看看我去年的视频吧 那就抱歉了 今天讲新闻我就不多讲了 擎天柱所有的特点 擎天柱真正量产以后呢 是可以比 这个这个这个人工智能现在这个产品啊 还要chart gpt之类的 还要能够提供更多的更广泛的代替人类相关工作 所以那个时候呢 人类就会真正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人类自己本身这个碳级文明的产物 在现在人类社会中的价值受到归级文明的严重挑战 真的我感觉是这样 晴天出了以后 反正这玩意儿一旦公开能够卖 我肯定会先努力去买一个 体验体验这种归级文明 到底能对我生活产生多么大的一种改变 太好了就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本周第三个新闻呢 延续前两天我说的这个重心 就是美国众议院及其下属机构 在一个星期本周一下子就通过了15部和中国有关的法案 那史无前例啊 一个星期通过15部 包括什么台湾冲突 下属法 惊吓的下 阻拦的阻 因为我英文不好 我只能用他们翻译成中文就这么翻的 台湾冲突下属法 保护台湾法 中国货币问责法等等一对 15个 其中像台湾冲突下属法 这个里面都挺可怕的 明确提出了什么 这是法案的 如果中国大陆武力敢收复台湾 美国政府将授权冻结 所有在美国及美国关联国家 中国人开设的美元账户 听明白了啊 所有中国人在海外开的美元账户 只要是美国或者美国关联好的国家 如果中国大陆能动武 账户的钱可能就都会被冻结 这个命运就跟现在俄罗斯命运差不多 从骨子里呢 这应该算是一个对全世界持有中国护照的 中国人的歧视性法案 不过没有办法 这个世界的规则 电大气克克大气电 这是自然界几千年发展的法则 我们谁也拦不住 大个儿鳄鱼一定欺负小个儿 没办法 大个儿老虎一定欺负小个儿 谁也没法改变 就这个里面我们不强大没办法 有人还在那去骂 骂辱骂的是弱者对强者行为一种 特别无力的这种 喷口水的行为 对吧 你牛你也冻结美国人呢 为什么没有什么美国人在中国开设人民币账户啊 就是你要真牛 你就冻结美国人在中国开设人民币账户 对等不就完了吗 没有人开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都要去美国开设账户啊 特别是在美国倡户中 那大额存美元的这种富豪 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吗 还是特殊人员呀 对 为什么出这个东西 想一下 说这个法案呢 这么多法案一次性被通过以后 上周美国国会众议院 外交事务委员会也通过了在美国封禁TikTok的法案 这个法案目前已经提交民主党掌控的参议院进行审核 如果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则TikTok在美国将被法律禁止 相信随着美国的法律禁止 很多西方国家都会陆组出台相关法案禁止TikTok在本国的安装和使用 这就是我这两天没有更新TikTok的原因 我想先看看这个软件会不会真的被美国人出台出政策封禁了 如果出政策封禁TikTok了 它毕竟是中国的抖音座的 那它疯了 我就没有必要在TikTok这个频道再做任何事情了 因为这个频道就没有人看了 美国欧洲西方都疯了 我开这个频道有啥意义呢 中国国内大陆也不能自由的去看 对没有什么人了 这很快这个软件就没什么用了 所以呢这个就是在这个这个TikTok上面 为什么大家说贾老师可能这两天更新少 就这个原因 此外北周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为由 将28名中国大陆企业和研究机构 列入了美国政府监控的实体名单 这些名单跟美国人做任何生意 直接或间接都要叫政府审核 否则做生意机构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包括浪潮集团 龙心中科第四范式华纳基因 盛科通信等等28家 除此以外呢 讲了这个呢 美国刚才这已经都说了 美国的众院参议院 美国各种法案 然后包括这种美国政府的这个 对中国企业的制裁 在南海上呢 美国在本周 应该是又是和中国发生了多次 飞机跟船舶的直接对峙 甚至差点擦枪走火 仅仅是一周的时间 美国这一个国家 针对性的对中国做了多少事 大家应该都看见了 这就是我说的 中国脖子上套的枷锁越来越紧了 中国没能力对美国做 但是美国有能力对中国做 那么这一切其实仅仅是一个开始 未来啊 这个脖子上的枷锁会勒得越来越紧 会越来越粗 收紧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所以呢 将来中国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大家都可以去想想 真可以想想 说不定外界因素 导致的内界因素产生的变化 会比大家想象的快的 多的肚子来临 中国应不应该跟世界这么做 其实我们很多人还在叫嚣 中国很多人还在叫嚣 中国也能自体自足 就别吹牛逼了 年纪大一些的人都知道 当年中国没有对全世界开放的时候 是一个完全一兄二白的国家 如果内循环真有本事 把中国这个国家带起来 就不会在当年有饿死 那么多人的事情发生了 别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即使朝鲜这么小的国家 到今天粮食都没办法自体自足 不进口都饿死了 你想想中国大国 自己自足怎么玩 什么叫自循环 不开放 不加入世界经济循环 不成为世界 整个供应链产业链的一部分 中国自己能干啥 屁都干不了 能把自己国家发达到什么程度 年纪大一点 就像我这样 五多岁奔六的人 及望上的人都很清楚 中国现在在做的事 就是全力以赴的走回头路 回头路走得有多猛啊 就连当年一穷二白的时候 交的一些朋友 现在都已经全都掰了 都到了几乎没有朋友的境地 所以跟此关联的新闻就是什么 中国人认为最好的朋友 刚刚来中国访问 最亲密的朋友 伊朗的总统莱希 从中国刚走 那么本周莱希访华以后 签署了那么多重要协议 对中国提出了那么多 有信心的事情 走了以后呢 这一周就是伊朗内部政坛 掀起了强烈的反中国风潮 跳出来骂中国 要求跟中国保持距离隔离的 不仅仅是改革派 更重要很多保守派也跳出来 也就是中国国内保守派 改革派共同在反对中国 伊朗的莱希政府 已经在自己的国内 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表态 会对中国保持应该有的距离 不会对中国靠近 在面对东西方重复的问题上 伊朗不选边站 不出台任何亲中国的政策 或者方案 这话啥意思 自己想 刚签东西做不做出 自己想 伊朗政府内部表示 实际上伊朗政府 是没有能力落实 和中国签署的25年协议的 伊朗本身的行政结构 和人力资源 都不可能满足中方在 未来25年协议中 设定的标准和要求 因此要求中方按照这次协议 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投资 也就是所谓的 4000亿美元的投资 是不可能落地的 这仅仅是中国政府 骗伊朗的一种说法 在来西政府上台一年多的时间里 中国对伊朗的投资 仅仅只有1.62亿美元 距离4000亿的概念 差得特别远 这点钱对于伊朗的发展来说 经济来说 就属于杯水车薪 所以伊朗在这种 中国人做的行为下 伊朗跟中国走得越近 就越没有好处 这是伊朗政府的表态 这就是伊朗总统刚刚结束 我们叫好朋友来了 访华刚刚结束以后 回到自己国家 本周出现的最终结果 这哪有好朋友啊 不知道自己自嗨到什么程度 目前的中国 哪里还在国际上 有真正有实力的朋友 所谓的朋友 都是因为像中国要钱 中国给了钱才是朋友 只要不给钱 即使像巴基斯坦这样子的 中巴关系写到宪法里的国家 都不会继续给中国面子 所以这就是大事 大事大家自己去想 不是我黑不黑中国 中国我不黑 我赞扬我都不知道 从哪去动嘴 我现在转换个身份 我想去去中国 吹吹牛逼 我都找不到 能替他吹牛逼的地儿 就一潭死水 一塌啦糊涂 真的 就是破亡之前 最后的表现 就等着最后一根稻草 然后呢 一个新闻就是 本周最多上热搜的 在各大的新闻网频道里面 竟然连续上了三天热搜的一个新闻 湖南张家界 丧植一中的一个高三女学生 福文迪 在学校举行的高考冲刺 事实大会上的演讲视频 视频我就不播了 我也不想到什么 大家回忆自己看都查得到 张家界 丧植 丧树的丧 种植的植 一查就知道了 这个高三女学生 女孩子 演讲的状态 应该是最好的年纪 最美好的年纪 演讲的状态 挤尽歇斯底里 感情上光不听声音 看他演讲的姿态 绝对是精神完全不正常 精神病患的前级表现 那讲话的内容呢 就类似于拼死也要考出好成绩 只要考出好成绩 考上好学校 这辈子就没白活 台下不时爆发出 极热烈的掌声 这就是中国现在我们 傻的这些高三学生的梦想 在中国你考上好大学 和你未来有好人生之间有个屁关系 中国现在大学毕业就失业是常态 985211的学生 大学毕业就失业也是常态 没有办法谁逃避这个命运 在中国的孩子里 只有有背景 有资源 有钱等等 才能让一个大学毕业生以后 活成别人心目中羡慕的目标 否则就是清华北大这样学校的博士 最后命运也就仅仅是去当个什么城管 当个街道的办事人员 也就如此 在本周也是这周 南京某大学本周初 本周一 南京某大学招聘两棉图书管理员 每个月工资2280元 属于劳动派遣岗位 不和学校签任何的直接合同 没有奖金 没有住房公积金 那2280元扣除社保无险 无险的交纳外 实际上拿到手里的只有1800元 没有奖金 没有提成 也没有住房公积金 每个月1800元 能让年轻人活到什么水平 相信中国国内的朋友都很清楚 租了房子 剩下啥了 但是这么一个岗位 竟然收到了超过2000份的应聘简历 绝大部分是大学生 还有很多名校的大学生 2000多份 就俩岗位 在养子晚报记者 采访本次应聘人员的时候 应聘人员表示 大学 这个大学属于国务院的事业单位 即使经济下滑了 也不用担心发不出工资来 而且就算没有编制 也只有自己知道 外面的人不知道 对外人来讲 在大学里工作 就是特别有面子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上面那个女孩子 就是这些怀揣梦想的大学 学业结束后 这些大学生走入中国社会 面对的真实的内卷的情景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 所以这些高三的学生 放弃身体 放弃日形态 拼了命的努力 希望借助考试 扭转自己年轻生命的未来 以为考过大学 这辈子就踏实了 这种想法太幼稚了 大学狗屁都不是 真的在中国狗屁都不是 我自己就是历子呀 对吧 大学有用啊 有个屁用啊 所以呢 从前段时间 恒水高中 洪水中学高考 我就是因为有背景嘛 大学是个屁用啊 最烂的大学 从来没有 能去清华北大当教授讲课 能做这么有名 就是很重要一个东西 除了自己能力 就是家庭有背景 我家庭没有背景 我是个屁都不是 对吧 我爸爸不是延安毛小的 不是延安跟这些领导在一块 我屁都不是 有啥都不好使 所以大家知道了 这就是中国 这些年轻的孩子 不知道咋想的 所以从前段时间 恒水中学高考冲刺演讲中 那个男孩子张西风 号称考上好大学 就能实现农村的土猪 去拱城市里的白菜 也就是农村女孩 去娶城市里漂亮女孩 而农村男孩 去娶平市里 城市里漂亮女孩的梦想 就能实现的 张西风同学来讲 到这次打了鸡血 一样的富文迪同学 其实都是挺变态的 太幼稚 太幼稚 太不现实了 其结果核心的 就是因为这些学生 本身都是中国 畸形教育的 畸形教育的 严重受害者 进入到中国的学校以后 就被强制的形成 畸形的三观 人生观 事业观 价值观 然后不断围绕 这个畸形的三观 建立起自己的生命逻辑 所以这一代孩子 当他们经过 从小学 初中 高中 到大学的教育以后 实际上 绝大部分人 都很病态了 或多或少的精神上 都会出现一定的异常 至于中国的 传统的道德信仰 什么仁义理智信 文良宫典让 等等 在这些孩子 意识形态中 早已完全不复存在 所以这些孩子 就算考着明方大学 为了到未来 走到了社会上 不仅自己的生活 会越来越糟 而且由他们思想 逐渐构成的 中国社会的主流 也会让中国这个国家 越来越深的 陷入一种 完全病态的状态中 当然这种病态状态 对中国反正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按照目前 这个国家发展态势 这些高三毕业生 大学毕业的时候 这个国家一定是 已经不存在了 真的是不存在了 没办法 所以呢 最后呢 想一下用一句 当年在航天部的时候 一位满族的领导 不是汉族啊 满族领导 傅斌 在部里面开大会的时候 这开完了 当时就被副部长 红服吧 就给说了 这傅斌干嘛呢 开了句玩笑 满族人 他说中共统治天下的时间 肯定没有我们大清 统治时间 他是满族嘛 大清朝是满族 没有我们大清统治的时间长 只是那时候 肯定不会有人想过 当时的玩笑 现在竟然就要变成 现实了 谢谢大家 今天听我对新闻的 一家之言 谢谢大家 又听我瞎比比 谢谢 谢谢大家